大家好,我是小尹,欢迎您来到我的养生频道 在开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 小尹在看电视的时候,注意到了一位1920年出生的老人 她的长寿秘诀,既不是多走路,也不是多睡觉 是多少补品,那么答案究竟是什么 不要着急,我们慢慢往下看 一,20后老医生的长寿秘诀 坚持这两件小事,她是医院耳鼻咽喉科专家王东西 100岁了还耳松木鸣,鞋子不抖,会玩微信,会与医医视频聊天 平时还会给别人的朋友圈点赞,还会手机截屏 年轻人玩的东西她也玩得很好,她还现场传授长寿的秘诀 直言,寿命长不靠多走路和多睡觉 而是坚持做到这两件小事 一,均衡饮食 此话说,民饮食为天 均衡的为身体摄入营养是常铸的前提 每天要保证有足够蔬菜、水果和低脂奶制品摄入 少吃饱含和脂肪酸比较多的食物 适量的多吃坚果类、禽肉、鱼肉和全穀物 控制甜点、高盐分、含糖饮料以及红肉的摄入 日常熬粥食可以加入粗粮如玉米、小麦或玉米 也可以加入各种豆类,如红豆、黄豆、黑豆或扁豆等 从猪、牛、羊肉、海鲜和鸡鸭鱼肉中获取优质蛋白质 每天吃一拳头量即可 不能通过油炸或熏好的方式来烹饪 每天至少保证有500克蔬菜摄入 深绿色蔬菜需占到50%以上 如胡萝卜、绿叶菜和黄瓜、西红柿等 两餐之间可以吃一个水果 如苹果、梨、柚子等 有条件的话可以一天喝一杯低脂酸奶 含有的乳酸菌能稳定胃肠道中菌群环境 每天吃一小把坚果 如松子仁、开心果、瓜子或腰果 尽量选择原味的 以植物油代替动物油 如橄榄油、花生油和菜籽油等 但每天的吃油量不能超过25毫升 饮食以清淡以消化为主 避免摄入太多热量和脂肪 能减轻胃肠道和新陈代谢负担 维持血管清洁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那么就伸出你的发财小手帮我点个赞杯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 都是对我前进最大的动力 在这里真心感谢您了 二、保持良好的心态 根据大量实验研究证明 大多数的疾病与自身的情绪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 建议中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 应保持良好的情绪 避免生气 引起神经中枢受到不良的刺激 在一定程度上会损伤心脑血管 同时引起肝脏问题 相比较而言 那些闷闷不乐的患者 皮肤衰老速度会加快 而且颜色变得更加纳黄无光泽 上了年纪之后 皱纹以及黄鹤斑逐渐增多 不如心态好的老年人 大家想要养成长寿体质 首先要在日常生活中 及时调整自己的情绪 做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人 人生难免有不顺心的时候 哪有人一帆风顺的 遇到一些事情应该及时调解 而且上了年纪 子女已经长家了一夜 及时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 多参加社交活动 学习社会新鲜事物 更有助于身心健康发展 在外面与朋友进行社交活动 向外出去逛街或者是钓鱼 都有助于减少抑郁情绪 缓解焦虑症 促进身体健康 3.多走路 真的对老人没有什么好处吗 为什么有的老人 走路锻炼后更精神 有的人却出现了关节不适 从年龄的角度来看 60岁是人体各个器官 都逐渐衰老的年纪 可能让老年人出现 关节老化 肌肉力量下降 心肺功能减弱等问题 对一些原本就存在慢性病 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 也确实可能增加出现疾病的风险 但人们要知道 在合理走路锻炼下 健康是会从中受益的 不少老年人 虽然每天坚持走路锻炼 但是用错了方法 最后也就只能 落个伤关节的后果 小云现在给每位朋友分享一下 老年人走路的四季 你有没有做错 第一 既锻炼无节制 每天都走一走就停不下来 日新万步 日天都落不下 这样的运动强度 就算是45岁左右的人 也可能觉得吃力 高强度的走路锻炼 会让人们的关节 承受更多的摩擦 年轻的时候 关节内有足够的关节液 和关节软骨来缓冲 但是到了60岁之后 关节软骨退化 关节液减少 再加上高强度的走路锻炼量 更容易出现关节磨损 诱发红肿酸痛等问题 甚至引发骨关节疾病 第二 既走前不热身 在人们看来 走路那不就是说走就走的吗 还要热身 没错 如果你准备每天走路30分钟 那么至少要抽出 5到10分钟的时间来热身 对老年人来说更重要 这是为了让关节活动开 并且从静止的状态 过渡到运动的状态中来 有助于减少运动损伤 第三 既随时随地走 走路锻炼也有讲究 不建议人们在水泥地 有坡度的小山坡等地方 进行走路锻炼 这样的地方 无法为老年人的膝关节着想 减少关节承受的负荷 建议挑选操场 扑行道等地方 并且最好选在春夏季节的早晨 秋冬季节 太阳升起后的一个小时左右 空气最为清新 更适合老年人在走路的时候 深呼吸锻炼心肺功能 第四 即毫无走路技巧 不同体质的老人 走路的技巧也是不同的 身体比较健康 他一次走五千步 没有明显不适 可以一气呵成 每周三到五次 每次三十分钟的步行时间 避免走走停停 而有慢性病的老人 连续走路锻炼的时间 不宜短于十分钟 过短的锻炼时长对身体来说 锻炼的收益是非常低的 如果每天步行六千步的锻炼量来划分 可以分成两次或者三次 每次十分钟到十五分钟 效果也不错 效应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 走路的四个技巧 假如你能学会走路锻炼 又健康又安全 一 便秘的人一一自走 这种锻炼方式能提高老年人腰部的扭动 从而带动人体内的肠道乳动 促进代谢改善老年便秘 二 久坐不动低头玩手机的人 一抬手走 双手在身体两侧平举和肩膀齐平 抬着手臂走路锻炼 能够较好的拉伸肩颈部位 也能缓解颈椎部位的酸痛不适 三 体质不好以循序渐进走 如果你本身存在呼吸道疾病 心脏疾病 骨关节病 不建议大家走一次走太多 可以尝试前面提到的 每天十分钟 十五分钟 分段式的走路 四 体质好的人 以尝试点脚走 点起脚尖走路的方式 能刺激脚底的血液循环 刺激阻三阴筋 并且起到通筋活络的作用 对人体内的气血循环也有帮助 在60岁之后 牢记走路锻炼的四季和四姨 确实对健康长寿有好处 健康有安全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颖 我们下期再见啦 我们下期再见